《海淘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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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们也利用今天来发愿 因为佛陀在没有成佛 发了五百个大愿 这五百个大愿都是为了视线 修行成佛利益众生的过程 如果我们今天也这样发愿 那我想生生世世都会跟随佛陀的脚步 这样来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 最后成佛 所以今天 我也穿得很漂亮 事实上不叫漂亮 再回家叫庄严 最圆满的服装 最好等一下还戴个帽子 因为呢 要来 供养佛陀 纪念佛陀 最早上起来 最早上起来 赶快 剔头 刮胡子 洗澡 全身都弄干净了 然后呢 穿的都是 最干净的衣服 但是外表干净 还不是那么重要 内心要非常的干净 因为这代表佛陀的心 它叫真理的生命 所以各位等一下要来预佛 用这种干露水 然后呢 从佛的头顶 这样子供养佛 那 这个洗干净的意思 佛陀根本不用我们洗 但这个洗干净呢 代表 把自己跟所有众生的烦恼业障 不干净的都净化 让每个人都显现佛陀的生命 所以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庆祝佛陀 剩下来 那各位呢 就代表护法菩萨 把这个供养的水 然后呢 倒在佛陀的身体上 然后呢 当然我们会念啊 所有众生都净化 那供养完水以后 我们旁边会摆一杯小小的水 那各位要用你的手指头 或是这样两滴 放一点水 放在自己的 念一下 身口意 身体全部清净了 嘴巴不会再骂人了 心里也不会再贪嗔痴了 希望自己的身口意 跟佛陀一样都净化了 那各位也要发一个愿 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发愿 他怀孕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绝对不会让妈妈痛苦 还会让国家都变成很好 所以 而且生下来的时候 妈妈一点也没痛苦 因为佛陀是从他妈妈的这边 然后自然生下来 连树都会弯下来 所以那妈妈绝对没有痛苦的一种出生的方法 这是自己要发愿的 所以你的妈妈如果还在 你要问你妈妈 你生活的时候痛不痛苦 如果很痛苦 代表我们修得不好 因为连最爱的妈妈 我们都让他们这么痛苦 所以一定要这样发愿 所以当佛陀的妈妈 怀孕佛陀的时候 他整个身体变很健康 精神变很好 任何生病的人 眼睛瞎掉的人 腿不能走路的人 只要佛陀的妈妈经过 或碰他一下 他就健康了 就发财 所以儿子可以让妈妈也变得很快乐 所以在经典说 我们用虔诚的心来供养佛像 或是供养法宝 那就可以得到十五种圆满的功德 所以等一下我们遇佛完以后 也会大家一起做大的供养 十种供养 那我们现在遇佛有什么功德呢 你会身体健康长寿 而且永远不会堕落地义轨道 出生到会生在佛法的地方 而且呢 生生世世 如果 你 不会做女人 除非你是 故意要发愿做女人 生生世世 做男人 而且将来也会跟释迦摩利佛一样 能够成佛利益众生 而且还有一条是 今天你在这义佛 你家乡的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也会得到遇佛的功德健康 所以 当然我们遇完佛的水 等一下在法会有圆满 我们会找塑胶小袋子 各位要装一点点回去 让家里的人 每个人都滴一下这个水 最后 如果这个水 你要洗澡 再给它泡一下 最好 各位就透过佛的加持 把我们不好的都洗干净 显现我们的佛性 慈悲性 但是内心非常感恩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 轮回百千万亿 做人 做神 下地医 做出身 就不断的轮回 终于我们 碰到佛陀的出身 然后我们才能够 听闻佛法 我们就能够解脱成佛 成佛 要这样子的感恩 庆祝 而且不是光自己庆祝自己 你也讲 当愿所有众生 听闻佛法 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众生 都能够像今天一样 他们接近佛陀了 出生在佛陀出生的时代 听闻佛法了 但是所谓的预佛 不是光今天做 是透过今天 大家来告诉自己 每天你都要遇佛 你每天都要洗澡啊 你每天都要洗脸 洗手啊 就把不干净的都洗掉 让最庄严 最慈悲的去供养别人 所以各位要发愿哦 如果你真的要做女人 是可以的 那你要发愿 愿做菩萨的妈妈 所以很多过去的女人 发这个愿 她生的小孩 将来就是要成佛了 她做这种菩萨的妈妈 她生生世世 会升天很大的福报 这样 而且她儿子是修行者 所以她就会很努力的修行 但是佛陀的妈妈 怀孕佛陀 她整年都是守清净 没有男女欲望的八观在界 她是在做梦里面 各位都听过故事 那佛陀做菩萨 化成白相 进入她妈妈的身体 感受到 后来就问相命的人 说她怀孕 所以佛陀不是一种 男女欲望而生下来的 所以我想各位 就像你结婚了 你要生小孩 那你要想的 我不是为了欲望 也不是为一个男人 在生小孩 是为了众生 希望生出一个 能够利益众生的人 要有这个想法 当然这里面 好像有一个悲剧 佛陀的妈妈 生完佛陀 七天就死了 好像我们听起来很悲哀 事实上不是 因为她生了佛陀 福报很大 她不用再做人 这么痛苦了 她就七天以后 直接升天 到第二成天 逃利天 享受非常大的福报 然后以天神的妈妈 来照顾人间的小孩 那第二个要庆祝了 中间 这尊释迦牟尼佛 叫降魔尘道的释迦牟尼佛 就是代表35岁 佛陀佛陀在菩提树下 终于六年苦行 实为中道的道理 然后成等正觉 所以降魔尘道 那各位就在降魔尘道面前供一个花或是糖果 因为佛陀尘道也要吃饭 如果你能够供养刚成道的佛陀 那你福报太大了 所以这个世界第一个供养到的就是缅甸人 所以缅甸人 得到佛陀的八根头法 所以缅甸现在非常有福报 他们的老百姓天天都在拜佛 拜大金塔 所以一般在泰国缅甸的佛像 永远用这尊35岁的佛 一只手放在地上 代表慈悲 也代表降伏魔 一只手放在肚子 代表正入佛性空性 一个代表禅定的智慧 一个代表慈悲 也代表降伏魔障 当然各位供养的时候 你也要发愿 发什么愿呢 愿生生世世 这个世界只要有佛陀成佛 我都要去亲近他 要发这样的愿 那第二个愿 那愿我学释迦摩尼佛 发五百大愿 如何来成佛度众生 所以愿做佛陀的接班人 继承人 这是佛陀最高兴的愿 就是说我愿意发菩提心成佛 来继续佛陀的事业 不然这个世界终身会很痛苦 这个时候各位会观想做供养 比如说你供养一个花也好 水果也好 但是你要观想的是 所谓叫世事供养 佛陀的衣服 佛陀喝的水 佛陀出家人生病吃的药 甚至佛陀的食物 这个外向的供养 然后内心呢 叫发佛陀的愿 那第三个就代表佛陀躺在这边 所以八十岁了 要进入涅槃 所谓肉身姻缘道了 故意视线的 那当然我们拜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会把头 放在这个木板上 就代表说 我来继承佛陀 虽然佛陀你肉体涅槃了 但是我成为你的弟子 我永远代替佛陀 这样在弘扬佛法 立以众生 也齐请佛陀 不断的视线来 所以这边也摆一尊佛陀 各位就会拿一个香 用香 等下会把香移到这边来 然后做供养 这边用水做供养 这边用食物花供养 这边用香供养 那是供养佛陀吗 不是 现在所有的这些佛像 事实上都是佛陀讲出来 甚至是佛陀心中献出来的 所以佛陀可以变成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永远不会死 这什么意思 因为佛陀的生命慈悲 他会众生你要他变什么 他就变什么 来帮助我们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从后面 那各位就每一张 佛像坦卡都要问讯 然后到这边来 遇佛 然后呢 这样绕一圈 好不好 最后你成佛了 不要忘记 当然了 我看到我们中心佛像那么多 各位等一下最好去借一尊佛像 最后绕绕绕绕 供在这边 对不对 等于这尊佛像 得了最大的加持跟开光 然后你再给他请回家 最好 供在家里 所以因为我们的家里就有一张 就有一尊 像真的像佛陀的佛像 放在家里 纪念了我们不断地这样在修行 各位等一下供养 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坦卡 你把这个佛像 就放在坦卡的下面 那你要关一下 这尊佛就融入在你的佛像里面 融入在你的坦卡里面 最后所有佛菩萨都融入 然后你再放在你身上 好不好 所以你在家里有一个 代表所有佛的功德的一个佛像 或是一个加持物 所以等一下我们出家师傅 先做示范供养 然后呢 那各位你就去找佛像吧 然后呢 看你喜欢哪一种佛像 然后你就供养一尊啊 然后所有的佛都融入等于开光了 然后全部都供养完 先放在前面 你要回去的再 请回去 那等一下我们会念 玉佛记 这个玉佛记 唱的就是 我经灌木诸如来 就是我这个水 倒下去 静置庄严 攻得海 那我们的清净智慧 显现出来 然后做所有的功德 无着众生离成垢 然后呢 也把这个供佛 遇佛的功德 让所有众生 都脱离烦恼 轮回 痛苦 同正如来 敬法身 大家都一起 恢复我们的佛性 透过 对佛的供养 事实上也对自己的供养 开发自己的佛性 当你念佛的时候 所有佛都在念你 所以 请问小孩子叫妈妈 妈妈会不会应你啊 她马上来抱你 这就是佛陀的心 所以各位要多多的供养佛陀 亲近佛陀 所以佛陀说 妈妈永远在想儿子 但现在最大的痛苦是 儿子都不想妈妈 所以 我们就会越来越痛苦 像孤儿一样 现在的人只会想儿子 想女儿 想老公 他不会想妈妈 所以佛陀说 想着佛陀 将来一定到佛陀的旁边 到佛陀的净土 他让你称佛 所以各位在家里 最好有一个佛堂 然后呢 摆了很多很多 你喜欢的佛像唐卡经典 那每天呢 你就每一尊佛你都去供养 然后去想一想 哦 度母在想什么 哦 要师佛在想什么 你每天就一直在 因为你就天天在想着佛 佛也一直在加持你 所以佛陀说 你在这个世间布施几百亿美金黄金 在这个世间布施 还不如在佛陀面前供一朵花 为什么 因为佛陀是无上圆满的功德福田 你这样来供养佛陀等于超过供养地球百千万亿的黄金 所以每一尊佛陀都用了一百节的时间 在修他的外表 那他的外表 你只要看到 你就可以得到他的功德 消无量的业障 所以佛陀就视线各种众生喜欢的外表 我喜欢度母 我喜欢白色的观音 我喜欢莲花生大士 他们都要用一百节 一节等于十几亿年 所以没办法算了时间去累积他外表的功德 希望我们来看到他欢喜 所以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位十四岁的小国王 他有一次来见佛陀 见完回去以后 下个月他又来了 他就跟佛陀说 为什么佛陀我见你一次 我回去一个月 结果每天我都想到你 做什么都想到你 很想见你 然后佛陀就告诉他 他说我的脸叫月亮的脸 为什么 因为我生生世世 不生气 慈悲心 爱众生 众生看到我的脸 就看到十五的月亮 所以这么样的亲近我 而且我就会给他加持 让他心里清凉慈悲 所以各位你要 假设你看看你的手 来 手伸出来一下 然后看看佛陀的手 佛陀的手 每一个手很长 指甲还往上翘 然后呢 这个手指甲不用擦 什么红色的 因为它自然红红亮亮的 而且手非常的柔软 而且佛陀的手一合掌 中间绝对没有动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生生世世 爱护生命 孝顺老人 慈悲 就得到这个手 总是都很长 所以每一个众生 看到佛陀都想归于他 都想归于他 所以你要有这个修行 各位再看看你后面 如果你的后面摸得到骨头啊 有血筋爆出来啊 代表你这个人都没有布施 而且很喜欢做小偷 赌博 所以那个手的血筋骨头就会很多 如果你公司是这种会计 你赶快换人 他会贪污 然后你再摸摸你的手心 佛陀的手永远热热的 而且皮肤很细很细 非常细 为什么呢 因为就代表生生世世 没有男女的情啊 欲啊 所以皮肤会很细 那为什么很红呢 因为生生世世 非常爱自己的父母 跟爱自己的敌人 所以他永远手脚都是红的热热 所以各位一定要会看佛像 佛像你每一个部分 你都看得很清楚 他的眉毛 他的眼神 他的嘴巴的颜色 他的皮肤 你都看得很清楚 佛陀说 佛陀说如果你这样去看佛像 你内心一点点贪嗔痴 完全就会不见 因为你得到佛陀清凉的加持 各位要开始练习 看你的脸有没有越来越像佛陀 像观音菩萨 那有人说 为什么夫妻的脸长得一样 他们两个天天想来想去 完蛋了 上辈子想到这辈子 又下辈子又想来想去 所以他脸会长得一样 然后你的儿子也跟你脸长得一样 然后就不断的轮回 佛陀的像有32个像 80种好 合起来112 那各位都要去了解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像 所以像佛陀的舌头 可以碰到这边 各位你试试看 如果你能够碰到这边 已经不错了 三辈子没有骗过人 没骂过人 佛陀的眼睛 像牛王的眼睛 他不用像女孩子 装一个假睫毛 佛陀的声音 不用麦克风 这个世界有70亿人 只要在佛陀的净土 佛陀只要讲话 再远再远 他都听得到 这个世界有200万语言 但是佛陀的声音 在讲的时候 都变成他的语言 佛陀在讲话的任何一个声音 都变成进入 在替他讲 比如说他心情不好 佛陀会针对这个法来跟他讲 所以佛陀讲话一个声音 所有众生 只要在净土的 都以为 佛陀在跟我讲话 佛陀的牙齿有40根 各位回去算算看 你剩下 所以各位一定要研究 佛陀的功德 佛陀的心态 这样我们才有一个方向 我为什么要学佛 佛是这样圆满的心态行为 所以我要跟他一样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在追求 top最高的 那学佛陀就是在追求这个top the one 不得 因为他才可以充分的帮助所有众生 当然各位要从日常生活做起 要煮饭就煮最健康最慈悲最好吃的 所以要用水 要穿衣服 都要想到 这个不是欲望凸显自己 是要让别人看到你 就看到解脱 就像看到观音菩萨的衣服 他这个庄严是让众生解脱的 而且各位开始学习走路 我要记住 走路永远turn right 佛陀永远右转 他不左转 就像我们转经轮 一定右转 绕佛塔右转 右转代表一种正 而不是斜 包括头发 回去看看 你的头发是每一根都右转 还是左转 因为这个右转是一个大自然的原理 宇宙 乃至所有的这些都是这样右旋 那所以就是走着真理的路 这样意思 就像各位回去你去按手印 佛陀的十个手印都是右右旋 包括各位你回去看 那你后面这边有一颗 后面有一颗 佛陀是百千颗 都是右选 所以佛陀不用烫头发 所以我这样说 人类都在追求高品质 很会读书 但是真正聪明人是追求成佛 因为这个成佛呢 他这个庄严 这个好看 可以让别人修业 这样可以让别人解脱 就像各位刚刚一碗佛也会滴三滴水 愿我的身体清净将来像佛陀 愿我的语言不会骗人讲佛陀的话 愿我的心没有贪嗔痴 充满了菩提心悲心 所以努力的生命最美丽 那各位一定要分分秒秒 每天都在努力的进化自己 努力的学习服务众生 所以佛陀从出生 成佛到圆满涅槃 都是在视线 给我们看 做人要怎么做 所以有一句话叫 人成即佛成 学佛是一种人格圆满发展 然后呢 来奉献众生 这才是学佛的意义 而且佛陀说 每一个佛都是由人而成佛 所以各位百千万劫 终于我们可以投胎来做人 那你要把握这个人生难得 好好的来修行了解佛法成佛 不要浪费这个人 赚钱啊 睡觉啊 最后死掉了 就浪费了 所以但是佛陀说 我们要帮助众生 那我们一定要了解 所有众生的痛苦 所以佛陀下过地狱 佛陀做过恶鬼 佛陀做过各种的动物 佛陀做过皇帝 做过神殿 佛陀通通有了 也感受到他的快乐跟痛苦 所以他才懂得怎么去帮众生 所以慈悲不是跑到很远的地方 你每天早上睡醒就看到鸽子飞来飞去在找食物 有时候你来树下会看到蚂蚁也在找食物 所以你必须从你的周围开始去慈悲 所以我们就说家庭就是道场 你生活的地方就是最好的慈悲的道场 所以各位你去公司上班 你的老板 你的主管 他们身上的优点你要学 这个叫学佛 然后他们身上的缺点 做不到的 我们帮他 所以整个公司就是你的学佛的地方 从做老板到扫厕所 你都会 你都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 而不是为了自私说 我为了赚钱 为了退休金 我才在这边 所以简单的说 各位从现在开始 做什么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 这个动机是什么 我为了成佛 我为了让对方离苦成佛 以这个动机去做每一件事情 包括生小孩 人家问你 为什么要怀孕 因为我要创造一个未来佛 为什么要结婚 我要让对方成佛 不是一种欲望啊 感情的依赖 但是现在人就是一种执着 比如说我有个朋友 养一只狗 很爱他 后来那只狗生病死了 他就一直抱着他哭 你一定要再投胎再来 我要继续爱你哦 那那只狗舌头上有一个痣 很容易认 结果后来他又去认养一只猫 他看到那只猫 舌头又有一个痣 他就抱着他开始哭了 原来那个狗又来投胎做猫了 我说你这样就害死他 人家要去极乐世界 你把他哭回来 又是一只动物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男人的身体 但他是女人的心 所以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我没办法 我妈妈从小就把我当作女儿来养 那为什么呢 后来他妈妈就跟我说 他说他之前生一个小孩 生下来一岁 后来这个小孩生病死掉 妈妈就哭啊 后来人家要把这个小孩埋葬了 他妈妈就用他的手指头指甲 在小孩腿写一个漆 你一定要投胎再来 我要继续爱你 因为那个死掉的是女儿 结果后来他妈妈又怀孕了 生下来就是我这个朋友 是男生 结果腿上有一个漆 所以他爱他就像变一个女儿 所以他现在变成很痛苦 他变成一个女人 外表是男人 我讲的是动机 这种爱 他就让他不断轮回 那各位在家里最好天天都要供养 实际上十根肘子头就代表死供养 那各位以后要背 香 花 灯 土 水果 茶 石 宝 株 一合掌就在供养了 养人习惯 但是各位你在家里每天都要观想 哦 供香 翁阿虹 供花 翁阿虹 供灯 翁阿虹 一直练习 就像前面这十盘 你多看每个寺庙都会放 然后把它背下来 供香 供花 供灯 弄得很漂亮 那你以后你生生世世做设计家 穿衣服 叫你去做设计师 你都可以弄得最漂亮 因为你内心里面有一个最庄严最美的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穿衣服 我写字很漂亮 讲话很好听 唱歌很好听 都是有透过这种训练 如果你鼻子容易生病啊 鼻塞啊 鼻子长得不漂亮啊 你要多供养好的香 因为这个好的香让别人鼻子舒服 供佛 所以你鼻子的病会不见了 如果你的老公很喜欢抽烟啊 那你更要替他供香 供香以后他就不想抽烟 只想点香 他就会改变 那特别各位你很喜欢漂亮啊 也很喜欢家里很漂亮像花园啊 那你一定要 供